比赛之前呢我们都会介绍这个选手是不是巴西楼树的黑带 是什么流派的黑带 但是在巴西这一战我觉得这事就免了 在巴西的道馆里经常会出现一个馆里 比如说20个选手会有15个黑带 看这个爆摔 直接爆摔 直接树天 大家说你只要处在下位就是一个相对不利的位置 是 西切把腿顶在了这个王金生身边 这半防是不得已了 王金生的胯很好啊 不过没有回去 那么第一回合应该是阿托尔莱安德罗 拿到了这个比赛的凭点 因为他的控制时间更长 进攻们积极 好现在呢双方呢投入到第二回合的较量 而王继争的虽然是 在短时间的那里 哦较量连续的砸击 直接PKO对方 这个很难看到啊 非常让我们意想不到的逆转啊 巨大优势的逆转 是 这一回合 王继争直接 有迎击 对 把对手的这个翻身压在下面连续的砸击 林大经国 洪光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